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中成 我今天跟各位聊一个话题 不敢讲叫做餐桌礼仪 应该讲说因为我搞设计 所以我用那个 从设计的角度 从人体工学的角度 来谈这个吃喝 这档子事里面的用一些工具 餐具 还有一些方法 因为器物是要人使用 用具是要有人使用 首先我先聊一下 在我们台湾 我是1955年出生 在我们小的时候 在中国大陆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我们台湾在搞文化复兴运动 那那个时候是我从 大概从初中开始吧 那时候台湾的教育部吧 还是什么 颁定了一个叫做 国民生活须知 国民生活须知 就是讲说 反正就是现代国民 就像新生为运动 简单朴素迅速确实 这些东西 可是它有实际的教学 比如说吃饭 如果说我们今天去吃饭 有人请我们吃饭 我们要进去坐位置的时候 什么是大位 如果是长条的桌子 两边排的这样子 主人在哪里 客人在哪里 而且客人的依序 按照排序 要怎么样安排座位 其实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是一个圆桌 哪一个是主人的位置 主位 然后哪一个是贵宾 然后再来再依次这样子排开 它这个都是有规矩的 包括怎么样吃饭 包括怎么样吃饭 然后怎么样子那个吃什么东西 比如说吃面包 吃馒头 吃面食要怎么吃 连这么细的都有规定 那这些规定 是不是放出四海而接种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今天提 因为已经没有人提 所以我就聊一下这东西 顺便跟中国大陆的朋友们 一起来分享一下 台湾曾经有过的 这样的一个国民教育 我先讲第一个好了 我先讲吃馒头好了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大陆那个电影里面 尤其是那种讲那种 乡土 古装 或者怎么样 或者形容 要表现那个人很饿的时候 那馒头拿起来 都是这样吃的 一口这样吃 不管是它是什么文化 都是这样吃的 都是这样吃 那这个在我们小的时候 每一家都自己做馒头 自己做馒头 所以我们大概两 几乎每天都吃馒头了 早上早餐 但是我们从小的时候 国民生活稀致也有规定 家里的家教也有规定 我父母就叫我们说 馒头不能这样吃 这样吃你把它压实了 不行 因为那个馒头 我们的馒头做的是 介于面包跟这个 现在那种 机器馒头 比机器馒头还要 还要 小的时候不买 因为觉得太奢侈 我父亲他们说 你把那面包拿来 手一窝 一小坨 这小坨你吞下去 管不了几分钟 那馒头就可以 那有的有一句话 开玩笑一下 讲说 我这个人是很实在的人 我就跟馒头一样 表里如一 那个人不实在是 那个人是小笼包子 外面跟里面不一样 那有人是水饺 是因为外面不好看 里面很精彩 这都是笑话 但是那个 我们这个规定 吃馒头是要这样吃的 把馒头拿来 是要把它撕成小块的吃 撕成小块吃 在外国那边 在国外的人 如果吃那个面包 或是吃法国面包 长条的 或者是怎样 或者土司面包 通常他们是 除了切片夹东西之外 如果他是直接 是整块的面包的话 他也是撕成小块 来沾那个汤汁再吃的 所以也是撕成小块 所以四成小块才是王道 应该来讲是比较正确的 算来就是 那个馒头 现在的馒头 我看到很多 网络上很多人在教学做馒头 如果以我们的角度来讲 那都不是最上层的 最上层的馒头 要一层一层一层的 这样你才有嚼劲 我曾经讲过说 我在看电视 看那个 休闲看电视的时候 我居然可以不知不觉能吃了五个馒头 就是因为他很有嚼劲 而且湿度够 不用喝水 你就这样吃 一个一个吃 吃了五个 开玩笑 一个馒头那么大 平常你 除非你干了出火 你才需要吃到五个 可是我不知不觉就吃下来 因为他很好吃 很有嚼劲 不用配任何东西 那就是因为他那个馒头 是一层一层一层的 每一层都很紧实 所以你吃下来的时候 刚好就是一层皮 一层皮 一层皮下来 这样你吃起来就很有嚼劲 这是我觉得说 中国大陆那个影视作品里面 每次吃馒头都是那样子吃 那实际上在一般来讲 一般人也是那样吃 只是说小口一点而已 没有那个表演那么夸张而已 那第二个来讲呢 就是我今天讲这个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最近看了一本书 讲这个欧洲的 讲欧洲那个历史 跟他的一些东西 他有介绍 这本书是给学生看的 主要是学生看 但是社会人士也可以看 然后社会人士看的时候 如果你要去旅游 你也可以了解那个国家的历史 这是欧洲 那中间他介绍每一个国家的时候 都要讲到餐桌礼仪里面 都要提到一句话 就是那句话刺激到我说 今天要录这一段就是 他讲说这个国家的餐桌礼仪 喝汤不能发出声音来 喝汤不能发出声音来 也就是喝汤的时候 不能发出声音来 中国人 我就看 刚好是在不久前 我又看了一个老的一个作家 台湾一个有名的作家 他上海人 他曾经到留学 好像英国吧 还是哪里 反正他们那时候 是公费留学的时候 台湾的大使馆 都会在当地 教他们如何吃西餐 然后如何注重餐桌礼仪 那个餐桌礼仪 就是我们的国民生活 徐志里面讲的 你吃中餐要怎么样 吃西餐要怎么样 就是那些东西 只是他们的年龄很大 这些人已经做古了 现在大概可能都有一百岁了吧 明诞 那我就记得 他有一篇小品文讲 讲喝汤要发出声音这个事情 他说喝汤要发出声音 这个事情才是王道 他没有直接博士说 西洋人都要求说 喝汤不要发出声音来 发出声音来是不礼貌的行为 他认为说喝汤就是要 要喝到怎么样 能够把这个碗整个裙起来 像猪八戒那样喝 稀里糊里 然后最后还要来一个 汤喝完之后 还要来一个表示很好吃 他说要这样 这是一个大学教授 英文系系主任 他讲的 他已经早就死了 很有名的 在台湾一个很有名 他常常写美食作家 我是觉得这个就很有 很有争议性 那至于说 我从小我们父母就讲说 喝汤不要这样喝 因为太烫 所以你要用汤匙 一点一点的喝 这样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不会那么烫 如果太烫还可以吹一下 这样喝 这是一个礼仪 那先父这样讲的话 他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年二十几岁的时候 在上海待过了四年 在上海海军第一医院里面 当军医官 在里面待过了四年 那时候单身嘛 所以又会跳舞 他又各个地方 他都去过 上海所有繁华地方 什么热闹场 他俄罗斯的那些咖啡 那些餐厅他都去过 当时上海有这个白鳄的 那个人开的餐厅 喝那个黑咖啡 什么东西的 还有那些西餐 什么他都会 那我们家还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 因为台湾要反攻嘛 所以大家都是在一种清贫状态 你不能搞特殊化 所以我们家虽然 那个橱柜里面有咖啡杯 有咖啡煮 有刀叉 吃西餐的刀 都从道路带来的 但是我们没有机会 吃到牛排 但是呢 虽然没有机会 可是我父亲 也在过年的时候 教我们如何用刀叉 如何用刀叉 刀子 我们是习惯用右手刀子 左手叉 怎么样做 然后要怎么切 因为整块牛排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吃 当然现在如果餐厅 是有那个 有那个 适应生帮你做了 那如果说 那个大块牛排放那边的时候 是你要自己去取的时候 那你要如何 要切多少 这个东西都是 有一定的这个规矩 刚才讲的也不是假的 这个汤子上面还有 USN United States Navy 美国海军的这个 这个叉子 美国海军的叉子 还在这边 这个东西至少有 至少有六十多年 七十年 可能有七十年历史 这个 因为 先父的那个 那个船是从 海军的船 都是美国援助的 那还有就是 先父也曾经在日本 待过 所以 我们有很精美的这个 那个瓷器 是喝咖啡用的 是 Fine Arts 那个 英国式的这个 咖啡杯 非常那个 巴洛克 式的这种 这种杯子 非常的精致 那个我们也 因为没有咖啡嘛 他带的 唯一的带了几 大概一两罐咖啡 早就喝光了 那等到我出生之后 我就没有喝到咖啡 但是我们一直有 那个保留着 那个 常常幻想 把它拿出来 在那边 学那个电影里面的 那些贵妇们 在那边 喝 喝白开水 用那个杯子 但是我父亲也教过 我们如何 如何喝 喝咖啡 如何西洋式的 这个餐桌礼仪 他都有教过 所以我们一点 也不陌生 刚讲的 喝汤 不能发出声音 这件事情 刚刚讲过 台湾 不是台湾 那个教授 他 已故的那个教授 他以前 大概在 三四十年前 写的文章里面 讲到这 说喝汤 如果不发出声音来 简直是暴殿天误 他认为 喝汤 一定要发出声音来 那我个人认为 为什么我讲 不叫餐桌礼 我想说 谈人体工学 我曾经讲过 喝茶的事情 而且秀过 那个茶壶 台湾所谓的 老人茶壶 或者叫功夫茶 就是 移心止沙壶 那种壶 他原始的喝法 是像吸奶一样 是像嘴巴 是直接吸到 那个壶嘴 没有杯子的 但是台湾 他就研究 发展成什么 一个小的壶 配四个更小的杯子 那个杯子 外面是紫砂的 里面是白色的诱药 那为什么是白色诱药 是因为你的茶汤 倒到里面去的时候 你要看 白底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个茶汤的颜色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喝茶是一个 非常雅致的艺术 我觉得台湾 最能够代表台湾文化的 茶是一门 因为台湾的种茶技术 制茶技术 现在还是领先全世界的华人 全世界 不管是哪里 我认为台湾的茶是最好喝的 各位如果说有机会来台湾 一定要喝台湾茶 而且要有行家 像我这样的人带领你喝 你才能喝出滋味来 那那个茶 茶一定是色香味俱全 色你眼睛可以看 香你鼻子可以闻 那味就是喝 但是这个喝就有学问了 我现在刚好没有拿 那个杯子 那一套东西来 他在喝的时候 当然了 茶先冲好 先倒到蚊香杯里面 蚊香杯是一个 生桶 比较生桶的一个杯子 形状有点像一个芋头 或者是檀鱼 那么小小的这个东西 然后把那个蚊香杯里的那个茶 再倒到杯子里面去 那个蚊香杯的主要目的 就是要把那个香 留在那个香味 留在那个杯子里面 那个杯子的目的 不是喝茶用的 他是这么拿来 对着鼻子来闻这个茶 这个茶水的这个香味 这个只是嗅觉的香味 那我们在喝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喝出来 它苦中带干嘛 你喝了那个 它是为苦的 但是喝了以后 两亿深风之后 你就苦尽甘来 你就会有 就会回甘的感觉 那在喝的时候 要如何去把这个味道 发挥到极致呢 它是要利用这样 我这个碗太大了 有点夸张 喝的时候要这样 要用舌头跟嘴巴去吸这个茶汤 让那个茶汤一点一点的被吸到嘴巴里面去 因为它那个茶汤被吸到嘴巴里面去的时候 混合了很多空气 所以它那个气味会从这个口腔里面直接到鼻腔里面去 所以你同时可以喝到茶的味道 可以用舌头尝到茶的味道 因为同时可以用味蕾感觉茶的味道 也可以用鼻腔里面的感觉到它的香味 所以那个时候同时有两种享受 而且我们在评判一个茶叶的好 这个茶叶的好坏的时候 也是用这个方式 所有的那个 只是比赛的时候 它是用一个 用白色的碗 白色的汤匙 因为它倒到白色碗里面是看颜色 再来就是用那个汤匙和一和之后 然后它拿起来之后 要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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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叶在嘴巴 要进嘴巴之前也是这样 所有的裁判都是这样 这样子把茶叶没有喝下去 只是把它倒到嘴巴里面 然后把嘴巴闭起来 闷一下让那个味道到鼻子里面 到嘴巴里面 然后再来就是再把它吐到另外一个桶子里面 那每一个裁判它都有一套这个汤匙 所以都是干净的 用每一个选手 每一道茶都是一个人 只用一个汤匙 所以它不会混着 因为有茶叛有很多人嘛 这是比赛茶 这是竞赛茶 那就是古代所谓的豆茶 那我们就看到这个 我就想到说到底发生还是不发生 我想这个东西应该是由美学决定 而不是由所谓的礼仪 礼仪应该是建立在美学 让我们人能够享受到更高的愉悦 那再来就是刚刚讲的喝汤 我就要聊 因为刚刚写的那本欧洲那个是一个韩国人 韩国教授写的 叫做李再富吧好像 他写的那个一系列的那个漫画欧洲 很有意思 那他竟然又讲到这个 因为他是南韩人嘛 我们北韩我没去过 南韩我去过几次 那早在三十多年前我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惊讶 韩国人吃饭的时候 他是他用的筷子是这样这种筷子 等一下我来讲筷子再来讲这个 我们先讲他喝汤 韩国人吃东西很奇怪 他的他的汤 他喝汤的时候 他的那个汤的碗不拿起来 我们生活虚子里面有规定 不管是你吃东西 你吃吃饭 要以碗就口 不能以口就碗 趴在那边吃 这个是很不礼貌的事情 一定要以碗就口 而且这个中国的那个丛林 也就是出家人 寺庙里面 如果你去那边打斋的话 那你就 他可能会教你这个斋堂的礼仪 佛教里面的 佛教徒的礼仪里面 就拿碗跟这个拿筷子 都有规矩的 他有一套说法叫做 池阻 阻就是筷子 池阻凤点头 凤点头 这个手很像凤的形状 凤点头 托波 龙含珠 他说这个手拿到这个碗 这个就像龙的嘴巴一样 龙含猪 猪就是这个碗 是这样吃的 一定要以碗就口 而不能以口就碗 这样下去喝 这样下去吃 那出家 如果说是在寺庙里面 喝汤的时候 当然他的规矩更多了 如果要喝汤的时候 双手要持拨 然后这样喝 一点一点的喝 他不用汤匙 他是这样喝的 包括喝粥在内 也是这样喝的 只是他能拿筷子 把它剥一下 喝 剥一下 喝 是这样 那韩国人很奇怪 就是他用的那个 他用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汤匙 是这样子的 是长柄的 而且是浅 很浅 而且更奇怪 就是他的这个 这个碗 他不离开桌子 他就放在桌子上面 然后 这样子 咬一点点吃 咬一点点吃 我个人在看那个韩剧的时候 我每次看到这些镜头 我都觉得说 这美女在我面前这样吃饭的时候 我觉得他的美已经打折 打了对折再对折 可能只有一折还不到 再美的话 我觉得都已经 被这个礼仪给消失殆尽 当然那个韩国人 还有一些习惯 就是 他们也有最近礼 就是两个人喝酒 不会说来这样子喝 他不是 他要表示说 他要谦卑 跟你敬酒的时候 他要这样喝 他要帮你避开 这样好像偷偷的喝似的 他不会在你面前这样喝 这个 这就是一种 无礼不同风 实礼不同书 韩国人认为这样是最敬礼 而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这样子 才成敬意 那一只手不成敬意 所以要有两只手 敬人家 都是这样子 这个很像 那个鲲挂 两个手 完全这样 这样才喝 而且喝完之后 还要这样 请一下看看 你看干的 表示说 我很干脆 这个就是一种 这是一种 一种什么 一种风俗习惯吧 我是这样认为 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 所谓的风俗习惯 就是要有 他什么叫王道 这是美学 那我们现在再来讲一下 这个筷子 筷子这个东西 原始的字 它写一个竹子 上面一个竹子头 然后下面一个者 知乎者也的者 行者的者 那个是念主 持主 奉典头吗 不是 持主 那这个主 它另外一种写法 是一个 一个竹子头底下 一个帮助的柱 这个也是念主 在中国的那个字典上面 古字里面 它 它几乎没有讲到 筷子这两个字 也没有讲到 筷子这个字 完全只要讲到 这个筷子 一定是主 持主 不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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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备跟曹操两个人 不是把酒论英雄吗 曹操不讲 论天下 这个英雄豪杰 唯死君以朝耳 结果 刘备一听到 吓一跳 刚好打雷 结果 他假装把那个筷子吓了 掉地下 趴在地下 去捡筷子 结果 曹操就问他 你怎么回事 打个雷 他说 因为雷的关系 因为他说他很害怕 刘备是没有胡须的男人 所以 人家都说他很懦弱 其实这个懦弱里面有一大部分可能是做戏装的吧 示弱 让那个曹操不要对他起戒心 因为他说这个世间 这个英雄豪杰为死 只有你我两个人 那你我两个人 最后一定要拼死拼活嘛 就这样意思 OK好 然后 我个人就刚刚讲到韩国吃的东西 韩国的筷子是长这样子的 各位如果去过韩国的话 你就知道 它很细 跟中国筷子差远 中国筷子拿起来才有手感 韩国筷子怎么拿都不符合人体工学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你看这个筷子 它的粗细大小都有一定的 你拿的位置也有一定的 那这个可是这样子的筷子 因为它太细 所以你拿起来很不称手 而且它前面这个地方 越到前面越细 它是一个方形的 这种筷子 据说这种筷子叫做扁块 扁 就是它是扁形的 那这种筷子 它为什么会设计成扁形的 据说是因为韩国人吃饭 是坐在地下吃的 那个小桌子 是我们以前讲的鸡 茶几的鸡 鸡案 它是坐在地下吃 而且那个桌子很矮 那那个桌子 因为很多人吃的时候 他要把那个桌子拼在一起 所以桌子常常移动 常常移动 像我们在中国人 桌子是不大移动的 那个要大家一起吃 那个群食也可以 或者毒食都可以 但是桌子是很少移动 他们那个常常会移动 人一多 马上就拼在一起 所以这个筷子 如果是这种的 这种中国式的 或者是圆柱形的话 它都很容易滚动 而且他们没有设计那个筷架 这些东西 筷架是日本人发明的 因此这个东西 它扁形的筷子的话 它放在桌子上 它就定着了 你怎么移动 它都不会掉下来 都不会移动 再来韩国人很奇怪 它的筷子是金属的 从古代就金属的 古代可能是用银打造的 但是现代就是用不锈钢 它的汤匙一直都是金属的 中国人都习惯用陶瓷 瓷的 用瓷的东西 喝汤啊什么东西 那韩国人还有韩国人的碗 它习惯上的是不锈钢的 金属的 这是很奇怪的一种 一种一种民族习惯 刚刚刚讲到那个汤匙 我这手上随便拿 我就就有好几种 这韩国人还习惯用 我这是调那个调咖啡用的 调那个饮料 等于是一个搅拌器 那这个是海军的 美国海军的阿兵哥用的 那这个是比较正式的 它的侧面的造型 你拿起来非常有人体攻击感 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那这个就是非常稠用 这个用手你都搬不弯 很难搬弯 因为它很硬 很厚的不锈钢做的 军用的 这也是军用的 上面还有海军的标志 海毛 那这边这个汤匙 各位看到这个汤匙你会想到什么 这种汤匙绝对不是这种拿法 人体工学这边太粗 不是这种拿法 这种汤匙是这样拿的 而这种汤匙是给什么人拿的 两种人 一种是婴幼儿 婴幼儿的手小肌肉还不发达 它还不能这样子拿汤匙 用这个姿势拿汤匙 它是直接这样子 五爪金龙 这样子拿汤匙 这样吃 就像我们瓦那个冰淇淋一样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一种人就是老人 老人到最后他的手变形了之后 歪了以后 他再难这样子操作小肌肉了 小肌肉群通通不听使唤之后 他只能用这种 用这种方式 这样子 恢复到婴儿时代 所以这个 这个都是设计 这汤匙的池面 你必须要让他挖的 挖的东西 每次挖的东西都很少 否则的话 他支持不住 像这个就是 就可以比较多 而且他比较深 所以比较能够喝到一些汤 同样的 这个 如果说你要挖 你要挖什么比较硬的东西 都没问题 因为他的补强 有补强热 有什么 所以这每一只汤匙 都有他的设计的理念 像这种汤匙细细感的 那他的目的 不是要让他吃力 而是让他有深度 有长度 能够隔热 刚才讲到 筷子的发明 跟汤匙的发明 筷子的发明 据说原始人 发明筷子 就拿两根 拿两根树枝 因为他们烤肉 那肉太烫了 他用手去拿 会烫到 他也没有发明叉子 去叉什么的 所以他就直接拿两根 两根树枝 距离可以很远 就可以去夹到 他要的东西 来撕 这就是筷子 就是利用距离 隔热 它的效果 那刚刚讲到 那个 这些碗 这些碗 我个人 对这个碗 对这个陶瓷器 还有这些器具 非常非常的喜欢 所以只要我看到 出国 我看到有些漂亮的碗 或在国内 看到有些漂亮的碗 这些石具 我都会慷慨解囊 所以我们家很多这种东西 一大堆 那这个 这东西 我这边有一本很老的书 这本书已经被我翻的 尾边三角了 可以算是散架了 已经散架了 平常我要 这本书被我翻的 吃出太多 日本出的一本书 里面全是全日本有名的瓷器 各个地方 这要讲到一个地方的观光的资源 这个是一个最佳的一个范本 它这是一本书 这本书是卖的 而且这本书 在我手上就已经有三十年了 可能有三十多年 但是我一直爱不释手 因为它里面介绍的那些陶瓷 非常的朴着 现在还有人在做 也就是祖传做 一直做做的事情 韩国的 那个日本的瓷器 是从韩国人传到日本去的 韩国人又是从中国人传到韩国 韩国人再传到日本去 所以日本的瓷器 跟韩国的瓷器相较 日本瓷器比较细致 但是也有粗放的 比如说他们的那个茶道 茶道的那些碗 一个个都像拉坏的样子 像初学的很族活的人做出来的东西一样 可是他们认为那个是最高级的东西 他有残绝不全 他有手工之美等等等等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各位可以就自己喜欢的 下去去找 找你喜欢的 像这个就是我常常按读所记 那我这边陶瓷的书也很多 我很喜欢做 有一个笑话就是 我当年是因为想要做 做宜兴的那个紫砂壶 因为我在那个之前我喝 喝紫砂壶 喝那个喝茶 我爱喝茶 所以用了收集了一些紫砂壶 我一直想想想想要做 用亲手做DIY 所以我就一直想学陶瓶 后来终于有一个时间我就学了陶瓶 结果我看到网上我看到一个教做菜的人 他讲说 他在那个他的画面里面出现了那个 那个 那个碗 不是碗 一些一些瓷器 都是看起来都是习做 刚开始学习做陶瓶的人 都会用玻璃烧在上面 当幼儿什么的 这一类的 我们一看就知道 那他就讲说 他说那个 那个歪歪扭扭的那些瓷器 是他亲手做的 他很喜欢这个瓷器 因为他是 他是因为做菜 做久了之后 又教做菜 所以他就想要说 在画面里面去 去配合食器的美 因为除了我们吃嘛 色香味俱全之外 还有这个食器